我的任務是拜訪游牧師 那所以呢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講內容可能會有一點點 跟那個就是 你們寫計畫有點沒關係 但我就會盡量把它拉回來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當初為什麼能申請上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 我那時候看到游牧師 我就去游牧師的中心 就看他網頁裡面他可以申請實習 所以呢我就當下就是他申請實習 你需要什麼第一個就是要申請 就是他們有一個就是申請單 那申請單就是有一些英文的問題 那你必須要英文去回答他 那就是申請單就是寫申請單 再來就是你就準備你的英文余地 所以你這兩個都準備好之後呢 你就投到游牧師中心 那我也收就是他也回信給我 後來因為你知道就是台灣 跟游牧師 應該說孟佳他們的那個就是 效率行政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通常你可能要等到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才只要接收到回信 所以你們這時候如果真的要去 拜訪那個組織或是拜訪 要去任何一個組織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們要成功的 關鍵的一個點就是 你真的就是要到那個組織去實習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成功的 就是有收到他們說 會回信說 欸你可以去公家實習 就是用游牧師中心實習 所以我很幸運的就是 有被選上 這是很關鍵的一個點 比別人還就是更積極努力的點 好 然後我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第一個講的是 旅行假金 其實你本身的經歷 跟你會不會選上任務 這也是很有關係的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也在這一兩年內 也是非常關注社會企業 所以我也在社會企業當過志工 然後我也在社會企業的一些組織裡面待過 所以其實跟你自己的經歷也有關係 那我也曾經在令都 甚至也有到柏蘭 甚至就是 拜訪過四季的國家 所以這些經歷 對向導來說 他會覺得說 你到底有沒有能力 到那個國家去 這是非常關鍵的原因 然後會講一下為什麼會去 那游牧師中心 然後還有我們到鄉村走訪 那我還講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等一下設企圖的招募的東西 對 然後你們看一下就是 我之前是ISAC裡面的 就是外部關係副會長 那我相信 在座應該也有人是ISAC 那我畢業之後呢 我到印度去當國際志工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現在也是 就是設企業我裡面的 執政中文編輯 所以 在你的經歷 他來就想想看你的經歷說 你是不是之前有國際的經驗呢 或是你之前是不是有就是在國外走過 你看我 因為孟家的環境其實是非常的 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 我有曾經在印度來過兩個月 所以 其實向導會覺得說 其實是有能力在那邊生存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你可以去 這是我的背景 那緣起呢 其實是因為一本書 是因為他這本書是游牧師的書 他說誰做偉大的事情都被有錢人做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是說 你看到一本書或是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說 你唸的那本書很奇蹟皮疙瘩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唸完這本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兩年前唸完這本書 然後我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到底是什麼 那後來才有社會企業這個詞出來 其實社會企業在國外談論很久 那在兩年前左右的時候 社會企業才慢慢的帶到國內來 所以是因為這本書的關係 然後讓我就把這件事情放在心裡面 那在差不多就是一年前的時候 像一年前的時候 剛好就是有這個機會 那時候我在當體代一 那體代一的學長就說 對有世界公民的這個計畫 他剛好又開了社會企業這個主題 然後就說 社會企業這個主題 然後又是又要去優牧師中心 然後想說 這應該就是我的計畫吧 我就要開始做手去寫它 然後到優牧師中心裡面去 那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大家會誤解說 印度跟孟加拉其實是同一個國家 我會跟大家講說其實不一樣 因為孟加拉跟印度 他是受印度包圍的一個國家 所以孟加拉是在孟加拉灣那裡 那大家想到就是孟加拉第一個印象 應該就是老虎嘛 對不對 就是你們會講說 孟加拉虎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第二個就是菸順 對 所以你們會看到說 他其實在下每一場 下很大一場雨的時候都會嚴損 所以可以想像到的是說 如果你到那個地方的話 或到比較 比較嚴苛的環境的話 你要也要必須很了解說 當地的一些背景跟文化 所以那時候就只能穿脫 就是常常都穿脫鞋去上班 對 然後他們就是 男生跟男生之間就是會 比較親密 所以他們都會牽著牽手 所以有時候就是 你可以走在路上 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他就覺得說 欸 他覺得你是好朋友 他就把你手拉著 或是整個就是 就覺得說有點奇怪 說為什麼你要牽著我的手 然後再走來怎麼去這樣子 對 那這是他們巴士 所以你對當地的交通 你要必須要非常了解 那巴士就是 其實不太適合外國去 因為他們非常的急 有時候還坐車頂 甚至還有很多 就是掛在外面 就是大公車都有 那他們巴士都非常的破爛 對 那這是他們的 比較遠程的交通工具 他們叫CNG 那CNG的話就是 你就坐在裡面 那一台車還可以坐三個人 那有時候他們會撐到五個人 可是只有場地人 可以坐五個人 然後這是他們短程的交通工具 是三輪車 所以在這個可以也是坐三個人 他有時候可以坐四五個人 那他們都是比較 就是一些老人 然後在就是 他們都不會講 他們不會講那個 英文 所以你都不需要 用孟家阿倫跟他溝通 對 然後有時候就要坐船 就是你要從這一岸 到另外一岸 你要坐船過去 對 然後大家知道這在哪裡嗎 蛤 火車 對啊 在火車 可是火車的車頂 就是那時候 呃 有一次就是因為 他們剛好就是 在借月結束 他們放假結束之後 他們要全部人要趕回 就是打卡 就是他們的首都 打卡應該大家知道是 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吧 所以大家都 全部人要回去打卡 所以整台車 車箱裡面 全部都爆滿了 就是大家 你已經沒辦法進車箱 所以一定是 就是攀梯子 攀到車頂 你要坐到車頂上 結果沒辦法到車頂上 也是這麼多人 所以那時候我坐的時候 就是坐邊邊角角 所以就坐在火車邊邊 就是 幾乎有可能就是掉下去 可是沒有人掉下去啊 就是非常危險 然後你看到旁邊的樹有沒有 就是很危險 就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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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打你那種感覺 那火車的時數大概是七八十左右 所以是非常危險 對 所以是很危險 好 這是火車車子 這樣子 就是全部擠滿人 對 好 那再 再來講話 我就講一下 那 這是尤魯斯中心 他們開會的地方 那如果你們 有人要去拜訪尤魯斯中心的話 尤魯斯的話 你們跟尤魯斯開會也會在這裡 那我當然 在那邊的話 有來自各地的實習生 我有遇到德國 有遇到美國 日本 各世界各地的實習生 都可以跟他們做交流 那當然就是 所有的員工裡面都是孟家的人 那那個 中間那個女生 就是 她是 美國的窮人銀行的CEO 對 那天是因為 因為我剛好到的時候是六月多 所以如果要去拜訪尤魯斯中心的時候 你們要六月中 左右就要過去 六月二十 六月二十他們是尤魯斯的生日 每年會舉辦一次 就是 社會系列的年會 都會在就是 孟家 所以那次剛好他就來拜訪 然後就遇到他這樣 對 就是常常 就是你在 因為我在尤魯斯工作 他的辦公 我們剛剛是在同一層樓 那那一棟樓是有十六樓 那所以我是在頂樓 頂樓那一層 所以就是 常常有的那個尤魯斯 就是他常常會走出來 所以他自己的辦公室 是獨立的辦公室 可是我們是在外面 所以其實還蠻常遇到尤魯斯 所以遇到尤魯斯 就可以跟他拍照 然後甚至我還有機會 到尤魯斯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親自寫春典給他 對 他其實人是蠻好的一個人 然後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他自己太忙了 對 所以如果要考慮到就是 呃領袖 我覺得他們 你們要拜訪他的時候 一定要跟他的 呃秘書特助 或是一些 中心裡面的人先溝通好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 就是領袖都這麼多時間 可以給你們做採訪 所以那時候我跟尤魯斯 呃 我跟尤魯斯 比較有接觸的時間 是我們有一個小時的 是所有實習生 然後來跟他一起討論 討論一些事情 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點的話 你們要考慮到說 欸你們如果採訪 失敗之後 那你們還要在這邊做什麼 所以就是 是不是要繼續實習下去呢 可以看到別的不同的東西 對 那 我在這邊講就是 還有講一下社會系列的東西 那大家先放在心裡面 就覺得說 欸你們解決社會問題 他們首要條件應該是什麼東西呢 好 那我講一下就是 我這邊是算崩子的部分 因為尤魯斯實習嘛 那很幸運的是 我剛好又是被提升為 就叫intern manager 就是我管理所有實習生的人 那我當然要安排所有實習生 讓他們去做參訪 就叫社會企業參訪 大家很 大家很覺得說 欸尤魯斯不是就是 窮人銀行嗎 欸窮人銀行就是只有 其實尤魯斯就說窮人銀行 不是喔 窮人銀行只是尤魯斯 底下的其中一個社會企業 我可以跟你講 他的社會企業 他就會變成一個 叫社會企業集團 他們總共有大概 20個社會企業 20多個社會企業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在參訪社會企業的話 我在參訪這13個 那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看 就是有稅業可以做社會企業 第二個 Gramming Intel Intel有跟 尤魯斯中心做社會企業 然後你看 UniCrow UniCrow有跟尤魯斯做社會企業 那他們 連優格 綠豆 還有 都可以做社會企業 那 還有就是 大學可以做社會企業 護士大學 那還有就是 嚴科醫院也可以做社會企業 這都是他們所有的 尤魯斯的社會企業 那我當然也是 這幾個列出來 都是我去拜訪過的社會企業 那 接下來的話 我不可能 因為現在時間不多 所以我也沒辦法跟大家說 一一介紹社會企業 所以我就是挑了 大概兩個社會企業跟大家講 那這個的話 就是優格社會企業 他解決的問題 是孩童營養不足的問題 那他們主要是兩個產品 第一個就是牛奶棒 第二個就是優格 那他們牛奶棒的優格 裡面都含了就是 每天30%所需要的營養量 那在 他會就是透過 就是有一個叫Sales Lady 他們因為很重視女性 讓女性去賣這樣的產品 那在鄉村去賣20塊 大概是8塊錢台幣 然後在城市賣 大概賣12塊台幣左右 對 那他們當然有比較有問題 就是 我覺得他們口味 就是並不是跟其他的優格比的話 當然就是他們社會問題就是 他們並不是這麼好吃 那第二個的話 他面臨的問題是還是在虧損狀態 所以社會企業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還是就是資金 還有是資金的問題 對 那剛好就是因為 因為大家知道Denofu的嗎 就是 就是國外 台灣沒有 可是在國外很有名 所以他們又是一個大企業的集團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怕說這些虧損 可是他們還是要持續做社會企業這樣 然後Braming Bank的話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窮人銀行 當然我們有到鄉村去拜訪 他解決問題就是貧窮的問題 你會看到說 他們基礎借款 借款利率大概10%或20% 那當然會相較於說 台灣 相較於台灣單是非常非常高 可是你要想說當地 他們如果去外面借款的話 他們要借的利率是50到60% 非常非常高 對 那他們就是 就是 你們五個人為一個group 然後讓他們去換款 然後還有配合十六大手作這樣子 好 然後再講一下就是 剛好是因為 我很幸運的是我住到就是 我跟孟家仁一起住 所以 這個 跟孟家仁一起住也是一個機緣 是因為我認識一個日本人 然後日本人幫我介紹說 可以跟孟家仁一起住 那他們就說 他就把我帶到鄉村 他就覺得 他其實在他的心裡正門 他不覺得有牧師 他是好的 我這樣講好 就是 孟家仁有一半的人 他們很不喜歡有牧師 有一半的人很喜歡有牧師 對 那原因是什麼呢 然後當然是要去探究 這樣一部分的原因 那我想說 那孟家仁總之大力是什麼 所以我就 去到一個鄉村 在鄉村待了10天的時間 然後我遇到了一群老師 然後那一群老師算是 鄉村裡面比較有 比較有知識的分子 那大家知道你們 你們那個就是 除了幽牧師之外 在孟家還有一個任務叫 BLACK 對 那BLACK我也很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寫這個計畫 因為他跟幽牧師 他做的東西其實是不太一樣 BLACK他是一個NGO 可是他NGO 的形態又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 大家也 我建議大家去BLACK 因為他的實習制度 其實是 是還蠻不錯的 對 那你們 我就稍微比較一下 我就單純把那個 熊蘭銀行跟那個 BLACK 他們有一個叫做 維新代額款的銀行 來做比較 你看到說 BLACK他們的貸款 是27%非常的高 那Braming Bank 就是10% 那在BLACK Bank的時候 他是說 一年是沒有利息的 那Braming Bank 一年也是 也是沒有利息 可是我在中心問的時候 他是跟我說 一年裡面 他其實是有5%的利息 可是就會跟 就會想說 你在總部問5%利息 那為什麼不在分部之後 就是沒有利息 是不是那利息的錢 都被轉移到 誰身上去了 我是不知道啦 對 還是說他們有不同的制度 可是就是會 就會發現說 其實社會企業 他們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人 你到底有沒有 行要做社會企業 或是 你到底是來 跟那些窮人去拿錢 還是怎麼樣 或是想從窮人身上賺錢 這都有 對 好 然後就是BLACK 他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他其實會 不像 Braming Bank 他只是貸款給 貸款給窮人 BLACK Bank 他還會就是 他還會就是 把他自己 的錢拿出來 買一些牲畜 然後讓他們 有身材工具 甚至還會在當地 設小學 讓窮人去 對 這是他們兩個 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就是有人選BLACK 有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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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同的地方 對 好 就是講社會企業的心魔就是人 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想要做社會企業 還有就是組織運作的問題 社會企業一旦做大之後 你到底是不是 你吸引到的人 是要來做社會企業呢 還是他們只是想要來賺錢 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 這就是那個 剛好到鄉村有BLACK的照片 那他叫做BLACK的Manager 然後這是鄉村 他們老師自己做的社會企業 他們說就是 他們做一個電視的社會企業 這樣子 對 好 剛才問的問題就是 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首要條件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要同理性吧 你要做社會企業就是要同理性 我也知道就是理事長其實很希望說你們這一屆就是有人出來做社會企業 那 你們要想的是說 你要為 你要幫助的人 為他去著想 不是說我覺得他需要什麼 或我覺得他怎樣 而是你要必須了解你所要幫助的人 他到底需要有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引用一個就是 大家知道多福嗎 多福社會企業 他現在在創櫃版其實是 他是 就是生態率跟多福是兩個在創櫃版上面還蠻有名的社會企業 然後我引用他的話就是 對 他是說 只有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並不是健康的社會 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 就是你有沒有去用一個同理性 用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 為他們著想 而不是自己覺得說他們需要什麼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我就要那個 就要 宣傳我們的活動 還是你們要私底下問我也是可以 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是第二屆就是叫環遊世界設計體驗 這是我們之後回台之後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是集結了我們社會企業的八位旅行家 我們到 我們都有一個… 我們要走到一時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